大家好,欢迎收听民间故事 这是一个听有小时候发生的事情 他说呢 小时候我们村子有礼佛的那种节日 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跟着奶奶去吃斋饭 老实说世界上没有鬼怪 我也是无神论者 我们跪拜的时候嘻嘻哈哈的 并且言语十分的不尊敬的那种 说完这些呢 就有种特别后怕的感觉 我小时候呢 睡觉特别沉 那天晚上我却在半夜里醒了 是被吵醒的那种 我听到外面有很诡异的声音响起 环绕在我家房子的周围 我害怕的在被窝里瑟瑟发抖啊 但是好奇心驱使我 眯着眼睛看向了窗外 也不知道是错觉还是真实的 我看到了好多影子在忽闪忽闪的 我就把头蒙在被子里不敢出来 声音一直在好久好久 直到我蒙蒙隆隆睡着了 天就亮了 我和我奶奶一起睡的 我早上起来就问奶奶 昨天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奶奶说没听到 我觉得很奇怪啊 那么大的声音 居然没听到 于是我又问爷爷 爷爷睡觉很浅 他也说没有 我就一五一十告诉他们 昨晚发生的事 我爷爷脸色一遍问 我是不是招惹了什么东西 我也老实的说了 我和一个小伙伴骂了菩萨 我爷爷呢 一天没让我出门 小伙伴来找我玩 我问他 他也很肯定的告诉我 昨晚也听到了这个声音 并且模仿了一遍 真的就是一模一样的那种 我吓坏了 第二天开始我就发烧 我爷爷奶奶当时准备 带我去看神婆 但是我妈不信仰 就带我去市医院 省会医院 结果一检查呢 就是个普通的发烧 开了药 吃了 但就是一直不退 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妈呢 怕把我脑子给烧坏了 听了爷爷的话 请了神婆 过程呢 听爷爷描述的是 在灶台上 把鸡蛋和筷子立起来 等着他们倒下去 还要带着我去十字路口烧纸钱 折腾了好久 第二天早上 鸡蛋和筷子倒了 我的烧呢 也退了 首先感谢一下 听有MVSEN 讲述的这个故事啊 然后咱们再说一下啊 利筷子 是民间的一种驱邪的做法 就是老人或小孩 无端生命 如感冒啊 发烧啊 昏迷等等病态啊 就会找一个神婆 或者是大仙 或者是先生 然后乘一碗清水 将竹木筷子放在 碗底树立 如果是树立啊 就证明是有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要做一些法事啊 祷告啊 让这个东西离开 离开之后 这些病痛立马就会去除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二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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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